大家好,我是小白 就在前不久我们刚刚还聊过 台积链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近四年来 首次营收同比下滑的局面 最终结束了自2015年来一记绝成的高歌猛进 谁知万万没想到 更加糟糕的情况近还在后面 这几天又出现了两则爆炸的新闻 首先是专业半导体媒体eTimes透露 台积链3纳米目前的凉率仅有55% 同时还面临一些工具方面的问题 若在未来几个月不能有效地解决 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年底iPhone15破线里的交付 同时更为糟糕的是 又有业内人士爆出 包括英伟达、MD、高通、研发科在内的头部客户 纷纷推迟了3纳米计划 包括英特尔决定取消原计划 2024年在台阶线的两个项目 MD和英伟达则是砍单了多个台阶线的3纳米计划 将项目推迟到了2025年 对于当下的台阶线来说 确实有点时运不济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为何高通英特尔选择不再跟进台阶线N3工艺呢 台阶线3纳米不香了吗 具体的原因 背后逻辑又是什么呢 对于未来高端芯片市场来说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 我们先来大致回顾一下台阶线从5纳米N5晶圆 向N3的眼睛历程 与大家熟知的一帆风顺的成功叙事不同 从2014年台阶电开发5纳米制程 到2018年年初 台阶电正式宣布 将对于台南的科学园园区 Fab18产线投入170亿美元 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虽然当时业内 普遍对于台阶电能够把5纳米工艺落地 量产充满期待 但是对于台阶电N5工艺 具体的量产进度和稳定性 包括后续面对新工艺的不确定性 其实大家普遍还是存在着一些 担忧和顾虑的 而真正让台阶电自下定性玩的 是随后苹果和华为相继承诺 在2020年全面拥抱N5晶圆 强势下定 才进一步的促成了Fab18 第二阶段 包括第三阶段的全面铺开 所以产业与应用 从来都是一个双向奔赴 与双向成就的过程 是结果更重要其实是过程 是企业与客户相互的选择与信任 是对于芯片制程共同极致的追求 成就了技术路线与能力的实现 后续A13709000的最终上市 让苹果华为收获了市场 也更让台积电N55纳米工艺 取得了巨大的非凡的成就 而到了目前台积电3纳米N3工艺 这个童话故事就开始变得有些复杂 先是华为受到了制裁 随后台积电被要求上交核心供应链的商业数据 再然后台积电亚丽三纳州Fab21厂 本来只投片2万片的N5 受到政治压力 又追加了400亿美元 强行开启了北美三纳米扩建计划 等等等等 是的 如果我们说台积电N5的成功 是一个产业技术市场多方的共赢 互相成就的美好故事 那么N3似乎多了很多 不那么纯粹的政治因素 除了外部影响 回到三纳米技术本身 最初的台积电N3规划 其实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借故于2020年2021年市场的繁荣 早期的N3出版 可以说计划不怎么考虑成本 原计划大概是有25个UV层 是N5的两倍 量产定价更是被爆出 高出N5高达40%以上 层数增加密度过大提升 自然工艺要求也会变得非常复杂 包括量子水算效应 一些N5现有的技术 无法沿用的问题也愈发凸显 更是导致台积电错过了多个 主要工艺节点的发布周期 面对市场台积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转向层数更少 工艺复杂程度更为宽松 密度争议也更低的N3E工艺 可以看出 从N5到N3到N3B 再到现在的N3E 整个眼镜的立场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里面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矛盾 一方面N3E相比于出版N3被大家戏称为 50多年来主要工艺技术最弱的扩展 芯片密度的提升也不再具有跨时代性 如果按照保守估计30%的密度提升 这就意味着对比N5 每个晶体管的成本不降反升 这让即使是高通联发科这里 踏不及的客户 在选择N3E与留在N5系列之下 决策变得异常的犹豫与棘手 另一方面 新的工艺意味着上10亿上百亿级别的设计 与流片费用 不仅是芯片设计的周期要延长 很可能还将面临多次流片的风险 而最终实际的获得的利润 很可能还会非常有限 特别是像联发科 主要的产品线不在高端芯片 是否需要为了炫技 赔本赚腰盒 突然冒进3纳米 去说哈赌一把 很明显继续在N4节点 稳中求进 则是更为理智的选择 而高通的处境就显得更为尴尬了 跟着苹果投展台积电3纳米 依然会落后苹果一个段位 如果不跟 整个安卓阵营的处境将会愈发困难 中上所述可以看出 N5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次工程奇迹 但是我更愿意说是 它是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遇到了正确的人 如果我们去深入了解苹果和华为造星的故事 面对早期高通骁龙的 很少千军 三星Exos的蓄势待发 英伟达Tegra的雄心勃勃 甚至是英特Aten的后世家底 苹果与华为甚至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 移动芯片市场的主要玩家 但是正因为如此 他们经历了失败 爬起 折服 蓄力 才会有一种不惜一切 毅然决然放手一搏的勇气 才有了后来苹果、华为 史思级的翻盘的成功故事 A系列芯片 海思麒麟芯片 如果放眼整个科技产业的视野 甚至可以说 他们两者或多或少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整个全球科技产业的进展与格局 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台积电3纳米 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工艺节点 因此N3工艺同样面临的巨大的风险 天然就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华为的缺席 虽然苹果稍显孤单 但是N3苹果还是坚持抢了头枪 可以判定 如果N3顺利量产 在高端手机市场 苹果依然可以继续独当 但是呢 如果我们细看当下的市场 与5纳米节点相比 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首先不同于2019年的繁荣 未来几年的手机终端市场 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美好 最新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将会继续下滑 幅度来到了下降 43% 预计全年还将继续走跌 预计同比将迎来近10年来的最低 相比2016年的 4.71步的峰值 减少幅度 可能要达到40%以上 而我们去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性能过剩的时代 未来手机真正的价值体现 已经不再是具体的跑分 具体的性能多少 甚至是具体的制程多少 13纳米 不纳米 1或7纳米 我个人认为 人们真正需要的 其实是一场 革命性的应用拐点的出现 比如说如何将GPT 与智能手机终端结合 改变未来人类的智能生活 比如说我们应该去思考 当哲理屏越做越薄 性能越做越强的情况下 能否跳出目前手机交互的范式 出现一种全新的大屏的交互方式 近几天我去了苹果在深圳望向城 新开的Apple旗舰店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苹果现在的产品 似乎已经配不上 苹果旗舰店的宏大与完美了 已经无法承载更多的 来自于苹果粉丝们的热情与期待了 是的 即使强如苹果 它依然需要一场革命 一场后桥不识时代的手机革命 不然 3nm对于iPhone来说 更多的也只是数字 只是锦上添花的一个插曲 包括苹果的个人电脑产品 最新的数据 苹果Mac产品线 第一季度出现了 史无前例的45%的暴跌 在前五大PC厂商中 跌幅最大 其实这也是可以预见的 以我个人为例 我在家里有两台笔记本 和一个台式机 我一般平时工作 还是会用公司配的笔记本 玩游戏则会用台式机 而只有在剪视频 搞搞视频封面的时候 面对重度的创作属性的场景 才会打开MacBook 最近我也在准备系统里 学习一下达芬奇 台式机的整个扩展性 真的太爱了 上个月我看库克就拜访了很多UP主 但是我想说 苹果Mac产品线 确实有点太过于强调 和定位于生产力属性了 其实在真实的消费市场 真的并非人人都是UP主 也不是人人都需要剪视频 包括生产力 也不代表着数码博主的需求 面对实际的生活 学习和游戏需求 目前PC的地位依然很难撼动 加上电脑和手机本质上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对于能效的要求 可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 特别是对于Studio线的产品 5nm 反而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节点 3nm对于电脑产品线来说 可能还不如Ultra Fusion 高级胶水来的实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 台积电未来真正的价值与考验又在哪里呢 我这里简单提出三个观点 首先第一点 当下台积电的优势以及成功 来自于过去高品质的服务 以及超高的良率 而未来台积电核心的价值 我觉得依旧始终还是在于服务与良率 这两个关键点 我们要知道任何企业 它天然都是有分散产链 风险倾向的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也是绝大多数企业所希望的 与其说台积电过去的成功来自于自身的努力 其实另一个侧面 也离不开同行的衬托 在过去几年 三星的良率 应该说确实太拉垮了 当台积电N5的良率 已经来到80% 90%时候 三星5nm却只有三成 直到最近才攀升到6成左右 特别是手机芯片 动辄交付量在千万级别以上的产品 任何的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 交货会变得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今年年底 苹果A17的交付 将成为台积电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 如果出现大面积大量缺货 甚至是被迫推迟的情况 影响会比实际要严重得多 然后第二点 N3作为台积电最后一个FinFair节点 N3E目前情况与当年N28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在这个极为低迷与动荡的时期 起着非常重要的稳定军心的作用 目前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 虽然三足鼎立 但是整个竞争的态势其实非常微妙 目前英特尔已经这色底底的触底了 今年下半年 英特尔4的量产 会变得至关重要 甚至可以说 将会直接决定 英特尔IDM2.0计划的成败 英特尔4作为英特尔3的前哨战 虽然英特尔在自成节点上 看似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 但是若整个芯片的性能与竞争对手相近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那么英特尔依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三星方面 虽然去年管理层蛮爆粮绿的丑闻频出 但是听说 最近第二代三纳米的工艺进展非常顺利 粮绿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业界也传出 由于台积电三纳米排期的优先级的问题 加上三星最新S系列至于高通的重要性的位置 明年高通年度5G旗舰 骁龙8G4将会打破整个代工 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局面 引进三星作为第二个代工厂 包括MD也在考虑将部分的项目交给三星代工 如果三星第二代GA工艺 真的如预期在骁龙8G4上取得成功 对于三星来说 其实也是一场值得期待的翻身仗 总来说 虽然台积电目前确实大幅领先 但是技术总是在进步的 GA的掌握程度 以及对于先进封装的使用 才是未来竞争真正的重点 最后第三点 目前AI风潮来袭 导致全球对于高性能AI芯片的需求暴增 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 相比消费市场芯片的庞大需求 大模型对于计算中心的真实需求 确实会给半导体产业 带来一定的增长的需求量 但是幅度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具体影响还要看今年下半年的表现 最后总结一下 知己知彼才能不断的进步 即使强如苹果台积电 他们依然在十年模一件 追求进步追求卓越 耐心决心恒心 是企业和个人成功的真谛 希望今天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的留言我都会去看的 那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